咳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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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讨厌秋天 动不动就感冒 秋秋博士 我帮你多盖幾张被子 你就不会觉得冷了 我好热 热死了 42度 秋秋博士的感冒 怎么变成发烧了 还不是因为你们 还有这凉丝丝的秋天 要是能把整座城堡搬到热带地去就好了 保在我身上 秋秋博士 我们会想办法 让整座城堡搬家的 你要好好休息哦 香蕉冰冰 出发 你们倒是把被子带走啊 好热 猴龙守卫对你们好啊 你好 阿等 你呼叫我们来风车发电站 是遇到什么麻烦了吗 是的 我原本想通过观察风车去做模型的 但是我来到这里后才发现 这座风车的枫叶坏了 不就是一个伴手的事情吗 等着我的好消息吧 原来是齿轮坏了呀 嘿嘿 让我把你翻新一下 小静 小静 我们真的不去阻止阿建拆风车 哦不 修理风车吗 我怕他把整个风车都炸啊 放心吧阿等 只要没炸飞 这都是小问题 就走了 我只要倒是三秒 方爷就会再次先站了 三 二 一 哇 这就是风车串动的样子 实在是太酷了 猴猴龙手卫队 真是太感谢你们了 哈哈 这是猴猴龙手卫队该做的 我们先回去巡逻了 好的 再见了 再见 二毛 三毛 想到把城堡搬到热带地区的方法了吧 我实在不忍心看到秋秋博士生病的样子 肚子太饿 等我吃饱了 再又立即想 好 二毛 有方法了吗 作为多拉岛小镇光荣的一员 我们也可以呼叫猴猴龙手卫队帮忙啊 等等 不行 我们怎么能叫敌人帮忙呢 这会显得我们很没用的 我们高大威猛 无所不能的形象就要崩塌了 注意 前方检测到幸福能量 有幸福能量 让我看看 风车 我想到一个好办法了 等我画完风车的结构就可以回家了 哇 幸福能量强 幸福能量收集完成 小猴子 小猴子 干嘛烦爱我画画 不是 我们是为了帮秋秋博士圆导 这座风车会拉着我们的城堡一起飞到热白地区 风车又不会飞 怎么了 它马上就会飞了 嘀嘀 啊 哦 我来驾驶风车回城堡 嘀嘀 哦 哦 风车起飞喽 哇 啊 这也太高了吧 猴猴龙守卫队 请帮帮我 山脚兵团要把风车开走 这里风太大 我快要撑不住了 啊 这是风车的实时位置 大家要尽快让风车停下来 没问题 来吧 猴猴龙守卫队 现在该我们登场了 猴猴龙守卫队 出动 小心 有危险 危机出现在眼前 瞬间 被帮猛侠 起动 闪电 好 好 咱不咱 好 快 咱 去 啊 好 哦 好 好 山脚绝 好 我 好 好 好 我 把它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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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龙卷也弱 只要我慢慢地爬到驾驶室 我就会安全 救命啊 十五到达 阿董 在空中飞行的感觉很刺激吧 谢谢你 闪电 很刺激 但我再也不想你演第二次了 金刚拳 闪电 我可不能让你干扰我们的搬家行动呢 搬家需要用到风车吗 当然啦 我们是真正的意义上把整个甲都搬过去 这么庞大的风车在空中飞行太危险了 为了居民们的安全 我必须阻止你们 龙击甲形态 转换 飞天龙战夹 来吧闪电 让我看看你的实力吧 速度决定一切 让你见识一下快如闪电的速度 双重金刚能量炮 发射 飞天龙爪 重创敌人爆 哇 二剑 这风车还没升上高空 用铁钩勾住风车底部 减缓它的升空速度 交给我吧 多龙铁钩 发射 我可不能让你们得逞哦 三马 只要你不妨碍我们 我就请你吃香蕉哦 不用了 我今天吃得很饱 年年香蕉皮 发射 龙击甲形态 转换 小龙击甲形态 转换 快速冲击甲 超级水枪 冲冲冲 捕捉王 发射 他快放了我 你觉得有可能吗 风车已经升到高空 我的铁钩上不到那么高的高度啊 没关系 我们可以直接飞到操控室里 控制风车降落 飞行模式 启动 来吧 二剑 来了 彤彤 我们的多龙战车无法在空中作战 我们需要启动多龙能量炮 没问题 多龙能量炮很快就会抵达现场的 你们别过来 我可是学过功夫的 下次再切磋 我们赶时间 没问题 小舅 帮帮忙 我们一起让风车降落 好的 发生什么事了 是闪电和红宝莲的战斗 握起到了风车 警告 警告 停风系统受损 请警快收复 二剑 我们得快点修好风车 看我的 红宝莲 换个地方战斗吧 不要波及到我的队友 面对强大的金刚号 你还有心情关心队友 吃我一剂金刚钱 黑暗能量炮 火爆 你们来得也太晚了 嘿嘿 英雄总是最后才登场的嘛 快动啊 怎么金刚号不受我控制了 那是因为我远程接管了金刚号 好猫脸 你太让我失望了 就让金刚号和飞天龙战甲一起毁灭吧 毁灭 不要啊 我的红绳还没滑走呢 黄宝莲 快停下 你想让我们都撞到风车上吗 我也不想啊 现在是秋秋博士在操控金刚号 快救救我 你坚持一下 红宝莲 高速引擎 起到 红宝莲 抓住飞天龙战甲的手 快点 抓不到啊 我也不想撞过去啊 警告 警告 动力系统胜损 风车即将坠落 这可不是一把搬售就能解决的事啊 小哲 我们该怎么办啊 不管付出什么代价 我们都必须阻止风车坠落 守护多拉岛 收到